臺灣空氣污染日趨嚴重 加上日前大陸冷氣團 狹帶中國霧霾南下 細懸浮威力超標 造成空氣品質不佳 容易影響人體呼吸系統 慢性病發生機率 有民眾強烈感受到空氣品質 影響身體健康 不知道是怎麼樣打霧還是什麼 然後就馬上像斷氣那種 然後我就醒過來 對 然後然後我就慢慢調整 調整那個呼吸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 全球一年死於空污的人數 高達七百萬 三十多年後可能增加一倍 而空氣污染最嚴重時間 大約落在冬季 空污跟溫差 增加心肌梗塞發生機率 接觸到這個PM2.5以後 主要是我們的呼吸道 比如鼻子 鼻腔 進到我們的呼吸道裡面 那在經由我們的血液循環 有可能送到腦部心血管 或是全身的各組織 各個器官造成傷害 例如說氣喘 肺氣腫 或者是慢性支氣管炎的人 那會產生比較明顯的心血管 或者是肺部的毛病出來 醫師建議不管有沒有心血管疾病 平日就要多注意身體保健 外出戴口罩之外 透過飲食跟運動 讓身體免疫系統增強 好避免空氣污染帶來威脅 接著二十雜落台北市 新北市採訪報導